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晚年的时候 听说最直截了当的解脱生死的法门莫过于念佛 法治法师并不相信 他告诉别人 我看到经典里说 犯一个突吉罗小罪 要下地狱受苦长达一个终结 这个可以相信 又看到佛经里说 称念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这个我可就不相信了 当时有一位具足智慧的人劝告他 你的想法是彻底的邪知邪见 同样是佛陀亲口所说的经典 你为何不信 法治法师幡然写悟 于是在国清寺兜率台 夜以继日地精进念佛 感得观世音大势智两位菩萨现身 还有一次 见到了大势智菩萨手中的天官宝瓶 宝瓶放大光明 他的身体就沐浴在光明之中 有一天 法治法师向在家和出家的徒众告辞 我往生西方已经指日可待了 你们要怎么给我送行呢 大家于是约定 三天后聚在一起吃饭 聚餐之后 有人就留在法治法师的房间 等待他往生 法师坐在椅子上念佛 直到半夜 然后安然往生 这时候 大家看到有一道金色的光 从西方照射过来 变照周围数百里的山和草木 江上的愚人看到光 还以为是天已经亮了 没想到 过了很久 才迎来真正的日出 这时候大家 大家才知道 这是法治法师往生的殊胜感应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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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